下午4点钟关心最新消息是台中七旗豪宅金船离奇命案 一名新北市的26岁许姓男子疑似遭到了拘禁凌虐致死 详细状况记者廖林轩有最新报道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持续带您来关心台中七旗重划区的离奇命案 最新消息指出死者是一名26岁来自新北市的许姓男子 那么他是因为不明的原因遭到至少三名的嫌犯穷尽灵虐 还是用了绳索来进行捆绑全身有多处的伤痕 警方当晚七点获报到场后 诚心死者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所以13楼的空间你们都看到我们遇上吗 没有啊 事发地点疑似是在13楼当下现场也拉起了封锁线 辖区警方针对案情十分低调 案件发生的原因众说纷纭 甚至有消息传出嫌犯施暴的过程还有录影 而起因疑似是因为涉及了诈骗以及毒品等案件 监禁在上午已经完成了香烟 中午12点也再次回到案发现场进行搜证 将会进一步解剖许姓死者 厘清确切的死因权案由台中递检署指挥侦办当中 后续也将会由递检对外公开说明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现场最新加时间镜头 交还给台北棚内 明镜与点点栏目